这天假日,小树蛙和狐狸猫相约到图书馆读书,写作业。 中午的时候,小树蛙提议到他家吃午餐,狐狸猫开心地表示赞成。 天气实在太热了,从图书馆走回小树蛙家,短短十分钟的路程,就让他们汗流浃背。 回到家后,小树蛙提议来做一杯蜂蜜水,消消暑。 他从橱柜上拿出一瓶蜂蜜递给狐狸猫,请他帮忙调蜂蜜水。 结果狐狸猫调制蜂蜜水时,不小心在其中一杯倒了太多的蜂蜜。 结果调制完成的两杯蜂蜜水,颜色深浅差异很大。 小树蛙看到后,笑着说,这两杯蜂蜜水的浓度还差真多呢。 这时,它突然灵光一闪,问狐狸猫还记不记得之前做过盐酸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实验。 狐狸猫表示记得,同体积的盐酸,浓度较高的,氢离子浓度也较高。 因此,与碳酸钠的碰撞机会增加,会产生较多二氧化碳,使得气球膨胀速率较快。 而浓度较低的盐酸,氢离子与碳酸钠的碰撞机会减少,产生较少的二氧化碳,所以气球膨胀的速率较慢。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,说得太棒了,记得真清楚。 狐狸猫很疑惑,不知道为什么小树蛙要问这个问题。 小树蛙说,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浓度与化学平衡的关系了,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,那就会影响反应的平衡哦。 你想想,如果我们有一个连通的水箱,一边是反应物,一边是生成物,当增加反应物的水量,水会从高水位的往低水位的流。 也就表示反应物的水量会减少,而生成物的水量会增加,直到两边水位一样高,又达到平衡。 这就跟我们之前学的可逆反应达到平衡一样,浓度变高,反应速率加快,也会有类似的现象。 听到这里,狐狸猫还是不太明白,于是小树蛙便提议,我们明天一起去学校,利用各酸钾水溶液来进行实验。 观察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变化,对反应平衡的影响,你就知道了。 隔天,小树蛙和狐狸猫前往实验教室,准备进行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的实验。 观察各酸钾水溶液,加入不同酸碱性溶液时,溶液内氢离子浓度对于颜色的影响。 首先,小树蛙用滴管吸取一些硫酸,滴入装有各酸钾水溶液的试管中。 无狸猫惊奇地发现,试管中的水溶液颜色渐渐变深,从原本的黄色变成橘红色了。 小树蛙解释,各酸钾在水中会解离出无色的钾离子,黄色的各酸跟离子。 此时,水溶液趋向黄色。 当我们加入酸性物质后,会使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增加。 由于氢离子会与各酸跟离子反映,产生橘红色的二个酸跟离子。 因此,水溶液的颜色才会逐渐趋向橘红色。 若用化学反映式来看,当我们加入酸性物质后,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增加,破坏了原本的化学平衡。 使正反映速率增加,有利于氢离子与各酸跟离子反映,生成二个酸跟离子和水。 随着反映持续进行,各酸跟离子的浓度逐渐降低,二个酸跟离子浓度逐渐增加,将使正反映速率变慢,逆反映速率增加。 最后,当正反映与逆反映速率相等时,即达成新的平衡。 接下来,我们来试试看,如果再加入氢氧化钠到水溶液中,又会产生什么变化吧? 小树蛙用低管吸取一些氢氧化钠水溶液,加入刚才实验的试管中。 狐狸猫兴奋地说,试管中的水溶液又变回黄色的了,好神奇哦! 为什么会这样呢? 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解释,由于氢氧化钠为碱性,当我们加入碱性物质后,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降低,使得逆反映速率比正反映速率快。 此时,二个酸根离子会加快于水反映,生成各酸根离子和氢离子。 随着反映持续进行,二个酸根离子浓度逐渐降低,各酸根离子的浓度逐渐增加,将使逆反映速率变慢,正反映速率增加。 最后,当正反映与逆反映速率相等时,即达成新的平衡。 听完小树蛙的解释,狐狸猫得出了一个结论,当反映物或生成物的浓度改变时,会改变可逆反映的平衡,造成平衡移动。 移动方向会往降低浓度改变的影响前进,直到达成新的平衡。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真是太聪明了,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呢,便提议来考考它。 有关浓度影响化学平衡的题目,狐狸猫非常有自信地点头答应了。 狐狸猫说,答案是C,当水溶液呈现橘红色时,表示溶液中的二个酸根离子浓度较高。 此时,若加入碱性物质,会让氢离子浓度降低,进而消耗二个酸根离子,生成各酸根离子,使水溶液渐渐趋向黄色。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说得非常好,看来狐狸猫已经完全了解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咯。 并接着补充,A选项错误是因为化学反应室中的细数比,是指消耗反应物与产生生成物的比例,并非代表化学反应结束或达平衡时最终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比例。 而逼选项错误的原因,是当溶液达成平衡时,正逆反应速率一样。 而各酸钾与二个酸钾的浓度并不一定会相等。 不然,只要达到平衡,浓度都要相等的话,那颜色应该都要一样,就不会有我们前面实验结果呈现颜色不同了。 狐狸猫看了看墙上的时钟,表示时间不早了,赶快来收拾一下吧。 在他准备将水溶液倒入水槽中时,小树蛙赶紧跳出来阻止。 他解释今天实验中所使用的溶液具有毒性。 因此,与实验完毕后,记得一定要将废弃溶液回收哦! 现在,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吧!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 当反应的平衡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,会使反应往降低外来因素影响的反应方向进行,直到达成新的平衡。 在各酸钾水溶液实验中,当加入酸性物质时,会让氢离子浓度增加。 氢离子与各酸根离子反应,产生二各酸根离子,使溶液颜色趋向橘红色。 当加入碱性物质时,会让氢离子浓度降低。 进而消耗二各酸根离子,生成各酸根离子,使溶液颜色趋向黄色。 最后,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! 想一想,在下列可逆的化学反应室中,经过瓜糊内步骤操作,加入指定的水溶液后,可使反应室中标示红字之物质增加的有哪些选项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